大家好,我叫邱万新 我是1960年出生 桃源观音的客家人 在从党外到民进党 大家都叫我小邱 我投入民主运动 其实从1985年的 康廷强创办的80年代开始 在担任党外杂志的美术编辑 后来就加投入民主党的主党工作 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拍照 拍到现在大概拍了三十几年 其实1989年4月7号 那天其实我在台北市立美术馆 帮县便打拍照 因为那一年他要选台北市业 我帮他拍形象照 所以那一天刚好身上准备了 二三十件的比赛 我们身上都有背着BBQ 不像现在有行动电话这么方便 他说BBQ就响了 我看了显示号码是 民进党中央党部的电话 他说郑南龙自由时代 一年出事情 你要赶快过去 去深远 所以我就骑了 我也是拍摩子就骑过去 大概到了现场 其实就知道两边 自由时代两边 其实都被震霸部队封住了 一同也是PE小组 就二三十个在那边 我们就往头上一看 总编辑是 其实大概就 那个烟都已经被香水 吞了大概剩下白烟了 大家都想象去看 当时的江鹏坚主席 还有周清益国代 还有李盛雄律师也到 宏桂山律师也到了 还有台北市严 延景福也到现场 其实大家都想象去看 后来是因为一楼都被PT小组 守住了 守住了 所以大家都进不去 跟他们协调说 是不是有一个人可以上去 看总编辑是到底怎么一回事 后来就把侯友律叫下来 从三楼叫下来 然后江鹏坚主席本来要军机 江鹏坚主说 欸小不对啊 他要找一个摄影记者 他说 我旁边一个摄影记者叫小邱 他是我们民党周安党部的摄影记者 我要带他去上去拍到记录 所以我前一从头到尾都拍了剧细皮 就在里面待在自由时代杂志里面 待了半个多小时 所以郑安荣躺在自由时代总编辑室 那一张尸体 第一张是尸体照 所以我把它拍下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拍到其实 对我们大家蛮痛苦的 很痛苦 是因为大家都街头的好兄弟 大家老战友 我讲的老战友 从蔡雪岸到新国家运动到228平板运动 我们其实都是在街头的老战友 所以我们跟江鹏坚主席 其实在那个时候看到 我都是边拍边掉眼泪 那个我看到江鹏坚主席 那是眼泪一直流 所以在那一场拍照的状况里面 对我们来讲是 这几十年是最痛苦的一场拍照记录 那个香港的问题 香港那个反送中的问题 其实对台湾也是一个检视 是说我们好不容易争取了言论自由 你要这样再让红色的狂傻再进来 就是我们已经好不容易争取了几十年的民主自由 你看香港人 1997年他不晓得他会失去自由 就是他因为受到殖民统治之后 他们有非常大的言论自由权利 但是他不晓得1997年 受到中共统治以后 他们的言论自由是受到压抑的 所以他们决定用50万人 100万人200万人 这样去上街头去征集他们的自由 要换回他们的自由 其实现在年轻工作 我也认识蛮多 现在有投入摄影的工作者 但是其实也蛮坚持的 就是现在很多联系共同 他们会记录很多运动 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说 我们这辈子已经在记录 你们后面还是一定要传承 有人是接续去把台湾的民主化过程 把他据悉民意 把他记录下来 所以就会记录着